再來我們看到PPM跟PPP PPM跟PPP也是我們老人家教學過程當中 很多我們學生卡住的部分 然後再講一個東西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沒有聽過他們唸PPM 我知道教授跟我美國同事 他們都唸parts per million 我從來沒有聽過唸PPM 那沒有關係 可能是阿元書讀的比較少 另外一個就是parts per billion PPB 他們在單位講PBM沒有錯 10PBM 或者他們會唸10parts per million 但是我很少聽到他們 幾乎沒有聽過他們唸PPM 這我不曉得為什麼 來這邊 百萬分之一的濃度 百萬分之一的比例 他的比例理論上是相同的單位 但是因為他的特殊情況 我們不同單位當作比密度11來看 來這邊 parts per million PPM P P M OK來這邊 For example 2PPM 對不起 例如2PPM表示分子是2 分母是100萬 或者是2比上100萬 其中2是部分 是part 就是一部分 1M 是總數 以PPM為單位 以PPM為單位 再來 他的好兄弟加上3個0 PPB parts per billion parts per billion 什麼東西我們會用到呢 大概是很低濃度的 例如像瘦肉精 台灣瘦肉精的檢測量是在PPB 好 all ratio expressed as fraction of billion 10 to the 9th ok 10 to the 9th ok 10 to the 9th 10的九四方 來我們來看看喔 就是concentration in ppp 它的part在這邊 total在這邊 一個ppp就是1 然後下面寫 10的九四方 10后面有9個0 因為他這邊整個數字太小了 所以乘上10的九四方之後呢 这边的话就把约分掉的时候 数字看起来比较好看 但是它单位变得很小 单位变得很小 好再来 就这样说 我手上有一张千元钞 一张跟一个铜板 五块钱 都是 一块钱就 一块钱 它的单位就是元 一张钞票 它的单位一张就是一千 所以意义上不一样 都是意义 但事实上它的单位不一样 来我们看这个案例 对不起 跟百分浓度一样 PPMPPB可以是质量对质量 可以体积对奇迹 或者是质量对奇迹 它会定义 它会定义 那事实上各位 知不知道 我们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 就是 哎呦你们看一下空无指数 来给大家看一下空无指数 来看一下空无指数 来看一下空无指数 来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那个品质监测网 来这里 好 这边呢 我们会看PM2.5 对不对 然后可以来 然后还有PM10 AQI其实我不懂 但是我不喜欢 因为它都是落后指标 我比较喜欢看现在指标 看PPM PPM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每维克 跟立方公尺 也就是这个东西算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单位就是PPB 就是PPB 因为这边有三个零 这边是一公克的六个零 整个合并起来九个零 所以它这是属于PPB的单位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么PPB的时候 34.5的 35.4 我不晓得什么要点四 它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 好 再来PM1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每个单位国家不一样 现在台湾全是台湾都还好 臭氧 臭氧我就比较没有读过资料 我不晓得 臭氧有这边 这边 好 现在台湾的话 那个高频云嘉南这边 它的PPM 不是PPM PM2.5 单位是PPB的单位 单位是PPB的单位 不对 这不是PPB 这已经是PPB再PPB了 好 OK PPM里面再一个PPM 对不起 这个我去求正一下 再跟大家讲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它这边的比例 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的 好 修正一下 这个不是PPB 这比PPB再多三个零 好 来 我回来 来 这边 EPA就是美国环保署 美国环保署的时候 对饮用水中铜的行动限量 什么叫行动限量 Action Limit 我应该说 它限量值是这样 超过这个都采取行动了 请问它的PPB是多少 请问它的PPB多少 来 经过换算 这边是1.3毫克 1.3毫克 这边是公升 来 开始来看 这东西换算很好玩 1公升 1公升的熔液里面 1.3毫克的铜 我们预期呢 它有多少 来 开始算 开始算 公克为分子 熔液为分母 来 开始来算 算完之后呢 也就是说 这边的话 它是1.3毫克 1.3毫克 这边的话 看到它的分母是1公升 对不对 它分母是1公升 1公升的时候呢 这样子换算 总共有1000毫升 分子呢 是0.0013公克 因为它必须把它换成一样的单位 公克跟毫升 以水密度为1的时候 做比较的话 它才是一个可以比较的单位 它把单位换成0.0013 这边换成1000 0.0013 这边是1000 这时候再乘上10的六次方 10的六次方怎么算 来 老头子算给大家看 我不晓得各位啦 因为我萤幕够大 所以我这样子玩 都还OK 来 好 这边的话 它算出来是这样子 10的六次方 没有单位 这边没有单位 16次方就123456 好来 那这一个呢 这三个0 把这三个0给约掉 第二个呢 这三个0 帮它把小数点 123 小数点移到它变成1.3 小数点移到它变成1.3 那这时候你不能写ml 你也不能写g了 因为你经过ppm的换算 对不对 会等于1.3 会等于1.3 ppm 这时候不要写ml 也不要写g了 因为它已经经过换算 因为在水的情况之下 1g 室温下等于一个ml 好 好 这样子OK 这样子OK 所以这个东西换算的话 慢慢慢慢 我会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课本真的是 比较简单一点 好 第二个例子 银用水 银用水中 它对签的限量是0.0015毫克每公升 请问银用水中签的ppb是多少 我们刚才想到ppb是10的9四方 来我们往下看 我们直接来看 同样的算法 好这边 这边一样 这边我用另外一个颜色 来这边 这边是0.00004个0 1 5 1 2 3 毫升 这边是公克 乘上10的9次方 站着好不好 不好意思 10的9次方9个0 1 2 3 4 5 6 7 8 9 画面有限 但是各位懂我在讲什么就好了 好了一样我要红色把分母杠掉 把分母杠掉 分母变成1 好再来 绿色部分来 6个 3个0 3个0 移6个位置 1 2 3 4 5 6 移到这里来了 也就是说移了6次之后呢 会等于15个ppm OK咯 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子算 所以如果说各位这边数学 感觉不熟悉的话 没关系你私底下找老头 老头在帮各位强化跟辅导 好来我们换一个档案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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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